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看一下三交经怎么走 其实三交经怎么走的我们就不用太在乎了 因为三交经它不太长 那这个66页下面这个三交经的走法 就是它的最中间有一个不坦中散落星包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后代有一些医家在这边强调这个 三交是如何跟星包在相表里的这个事情的时候 会以这个三交经的这个走法来当做论据 只是这样而已 那三交如果生病是什么 它说主气所生病 就人的身体在运行的气 这些气的生的病是跟三交是一起的 那气部我们就先不看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三交腐病是什么样子 这个三交腐病67页的中间 皇帝内经里面的三交呢 我说基本上把它定义为水道 对不对 那另外就是皇帝内经里面的三交啊 是跟膀胱同进退的 就是皇帝内经里面三交跟膀胱往往就放到一起来讲 可是呢 在难经里面三交是跟命能同进退的 就是有一些些不一样的地方 那这个我们日后再来慢慢再来解决也没关系 所以他就说如果是三交生病的时候 肚子会胀 然后小腹会水肿 然后尿不出来 所以这只是在跟皇帝内讲说 这个东西它其实在内经里面 会把三交跟膀胱的整个气化机能 把它放到一起看待 这是内经的说法 那至于说我们同天在太阳篇有提到银味跟三交 所以我现在再来补充一些银味跟三交的内容 像我们先看 内经里面说三交就是什么 挖水沟的关 水到处淹 这是内经的观点 那这是一个有形的三交 就是人的水是在这个三交里面运行的 那再来我们这个从前咳嗽篇也引过的 就是咳嗽如果咳成三交咳的话会怎么样 这个人如果咳这个 这个人如果一直咳嗽没有好 到最后就变成三交咳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各个经络脏腑的咳 咳到最后都归并到三交去 就是说这东西在说什么 是邪气啊 在人的身体里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最后的终点站是三交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调性存在 那等到他病到三交的时候 他会怎么样 这个人会肚子胀 然后脸会浮肿 就是三交这个地方有病的时候 会关系到人的 就是表 你说表皮也不对 不如说表皮下面的那个组织 所以我说是人的膜 对不对 就是三交的病是这个样子的 那所以我现在这个东点西点 就在慢慢在勾勒出内经难经的三交 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这样子 所以同学这个单独一条 我们都不细讲 那再来他 下面他就说 《灵书经》里面讲说 三交食 这个人就会尿不出来 三交须 这个人就会尿失禁 那在 在这个扎动井的方子里面 我们治疗尿失禁的最基本的方是什么 干草干姜汤 同学有没有印象 要咳嗽偏的时候 那干草干姜汤 它的理论是什么 是肺不够暖 所以胸中大气空掉了 所以才用干草干姜汤来暖这个肺 是不是这样子 那其实呢 说这个肺不够暖 人会小便失禁 跟三交须 人小便失禁 其实是同一件事 因为三交 它的上交就是要汇聚成胸中大气的 所以胸中大气跟人的三交之气 其实几乎可以说是同一件事 那这件事我们先知道一下 然后他在讲什么 他说 绍阳属肾 肾上连肺 故将两造 就是 他认为说这个绍阳区块呢 它好像是一个从肾啊 连到肺的区块 其实照难经的讲法 就打交到一起 我心目中的这个三交的图画 是好像命门啊 有一个气跟水气这样的分支出来 然后这些水气到后来汇聚成胸中大气 就是大概画出这样的图画 所以就好像少阳或者是说 三交这个东西 是从肾连到肺的一个能量的网络 就是以水晶之气而论的 那当然他也会说到 跟膀胱的气化技能有关系 因为我们说膀胱气化技能 也包含在这个 命门振动水晶之气上升这件事情里面 那再来呢 这个 那68 这个 淫味深会 这个其实是皇帝在问说 老人家呀 睡不着 白天睡很多 晚上睡不到 怎么回事 那齐伯就回答说 这是淫味不通啊 那淫味不通 难经有一个类似的问题 类似的问题跟答案 那淫味不通的话 其实你说要通阴阳 对不对 拌下小米汤 是不是 那就拌下能够 深拌下能够 把这个胶感神经切换到 副胶感神经嘛 那你说 睡不着觉 用柴胡系的药有没有用 有 因为柴胡调书肌 也是通阴阳 就是柴胡汤 所谓的转那个少阳的开关 这也包含到这个神经的切换 阴切到阳的这件事情 只不过我们如果要治失眠的话 用柴胡汤很粗 也 就是 治失眠的话 同样的效果 我们用温胆汤就可以 因为温胆汤 副作用小 柴胡汤吃一吃就结肝阴 会睡得不好 所以 但是基本上 那个是不是走少阳区块 是的 那还有 如果说调淫味的话 你说柴汁汤系统里面有一个 柴汁加龙骨牡蠣汤 那就是在调淫味里面 再加上重阵安神 把元气收纳得要 那柴汁龙骨牡蠣汤 让人睡眠品质提高的效果 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你说调淫味 通阴阳都对 那 讲完这件事以后 皇帝就问齐伯说 淫味从哪里来的 齐伯就说 淫气是中焦来的 胃气是下焦来的 那在这个地方 他们就有一些说明 就是说 中焦是比较能够理解的 就是他说 中焦啊 吸收营养啊 然后奉心申学啊 然后这个能量就灌注在脉管里面 在身上运行 所以云气是中焦 吸收营养来的 这没有问题 那 至于说 胃气是下焦来的这件事情呢 后代就有一些争议 怎么讲呢 因为 这个齐伯的回答 他先回答上焦 对不对 那他就说 你看啊 他这个上焦呢 的说法可能 齐伯这个说法有一点 喇利喇渣 如果你看不懂的话 那我们看这个六十八页最下面 难经三十一难那里 就我们来看难经的说法 他说 三焦是水谷之道路 气之所忠实 他说 上焦者在心下 在胃上口 主 那而不出 就是说 人的上焦这个地方 好像是一个什么地方 就是把全身的元气收纳在里面的 就是他不出去的 那他的智在坦中 就是这个 那坦中就是我们练功的中丹 中丹田 对不对 上丹田你玩中丹田 坦中 下丹田是丹田 对不对 这就是气海啊 就是 这就是 上焦的意义 就是这个 汇聚胸中大气的一个能量的场域 那这个 中焦呢 是帮忙消化的啊 就是 那中焦的话 我觉得我们 整个消化系统的机能来讲的话 就是中焦了 那 下焦是帮忙排尿的 这膀胱这个地方的 就是把这个 膀胱里面尿液气化过之后啊 然后 把该留下的留下来 不该留下的死水丢掉啊 那那个是 下焦的功能 那 这是难经讲的 所以 黄帝内 因为 黄帝内经跟难经的上焦 好像气汇聚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呢 后代的一家 就常常会说 胃气 照理说是出自于 上焦才对吧 因为 胸中大气 这个很明显会跟人体表面的气有关系 可是 其实 说胃气出于下焦 这件事情是 比较有道理的啦 因为 胃气这个东西啊 它的 比较 主轴的来源呢 到底是 命门之火 争动太阳经的水气造成的 就是 太阳区块的水气 被命门之火 争动上来 就是我们在 在那个 临床上面用 什么贵枝汤 麻黄汤 什么 格格格格格 跟青年汤 都可以证明这一条水气的存在 那这个比较是 胃气的 比较大一点的来源啦 那相对来讲 三焦所汇聚出来的胸中大气哦 其实不见得会变成 不见得会 那么一厢情愿的变成胃气 这怎么说呢 因为 在 底下 六十八页底下 这个 三十一难 这个地方有讲 后面讲说 三焦什么呢 祈辅在气阶 这句话 那这句话 其实 也说明了这个 中医领域里面的 蛮多的事情哦 什么叫祈辅在气阶啊 我们说 其实 脏腑脏腑是一个相对的说法 对不对 那脾脏的腑是胃腑嘛 是不是 那三焦本身已经是一个腑了 那三焦怎么还有腑呢 那么 我们再换一个讲法来说 我们说 比较阴 比较具象化的东西是脏 对不对 那比较阳比较活动的东西是腑 对不对 那其实三焦在六腑之中 应该 可能已经在六腑里面最阳的了 因为三焦它会关系到 看不见的灵魂的模子 这已经很阳了 那有什么东西还会比这个更阳 就是可以把三焦跟它相比 那个东西是三焦的腑 也就是 那个祈辅在气阶的那个气阶 其实在阴阳的相对比之上 这架构里面 它就比三焦还要阳 那比三焦还要阳的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气阶 也是内经里面的 内经还有难经里面的一个观念 这个气阶呢 是 我们内经里面说人 身上有四个气阶 就是四个气汇聚的地方 那这四个气阶 上面的气阶是头 然后胸部 然后腹部 然后脚 那整体来说的话 我们头部的 也算了 但是就是基本上就是 就是假设我们的 假设我们的 胸部 就是从这个三焦里面的上焦 让我们的元气汇聚在胸部 那这个胸部的元气汇聚到有一定的量的时候 这个健康的好的元气 它是往下走的 我们中医说阳密乃固 对不对 能量够了之后 它就变得比较重 所以我们说练功夫的人说到元气 不是说天 就是说拱 都是很重的东西 那这个 这个比较重的能量 就开始往下沉 那一个人的能量能够经过这个肺主速降的功能的引导 往下沉下去 那这是一个人非常健康的状态 如果你的这个功力不够的话 这气还沉不下去呢 所以我在太阳经的时候教大家 揪一些穴道 有跟说一个朋友教我的 他说你要揪这个穴那个穴 不如揪出气阶 因为揪出气阶是比较高级的修炼 就是整个人的气这样能够沉下 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那也就是说三焦的机能 好像是让这些气往上走 对不对 然后在胸口汇聚以后 再带领了这一整个人的身体前面的气 一起往下面沉下去 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 人体的气的升降 那这个三焦祈腐在气阶的这个升降呢 其实换句话讲 等于在解释中医里面的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左升右降 我去有没有听过这个东西啊 就是中医的观念里面认为说 人体的气是从左边上升 从右边下降的 那你说这能不能证明 其实你遇到开药一定可以证明 非常简单 就比如说 如果是你的身体侧面斜痛 如果你痛的是左斜的话 好了我们开柴湖 对不对 就是帮助这个三焦气上升 那如果你是右侧的斜痛 我们开什么 止咳沉皮啊 帮助这个气下降 所以同样是气不通 身体左血右气这个阴阳的关系 就是左边的气是上升的 右边的气是下降的 那这个时候 因为中国人一直有一个朦胧的概念 会觉得清阳之气上升 灼阴之气下降 所以会觉得 那左边的气是生发之气 那不是这是阳气吗 对不对 那清阳上升 灼阴下降 那这个好像跟人的这个气血啊 什么左右的阴阳都乱了套 其实没有乱了套 因为气血这个东西是 更阳的阳气 它才会下降 所以就是 就是我们在开方方面 就是如果是我一个用方济的人来讲的话 左斜痛跟右斜痛 开的料不一样 我之后会给同学这些方子 所以可以从方济上面 能够证明气血的存在 那如果是身体感比较好的朋友啊 他们当时在揪的时候 就会感觉到气血的存在 他就会告诉你说 人的身体可以体验得到 气血从左边上升 右边下降 所以这个三交跟气阶的关系 就是间接证明了这个 左身右降这件事情 而这个东西在我们 中医的方济学里面 或者是针灸学里面 都是有相当的影响了 就是整个治疗的方法 那这个 皇帝内经呢 里面皇帝就 讲到这个上交 他就 好像那个很 这个不关系到我们这次的主题 就是什么有人吃完饭啊 就很容易出一身汗啊 这是什么毛病 他说这个人是凑理太开了 什么胃气冲出来什么的 然后最后面他又讲说什么 就为什么吃饭又喝酒 那那个酒的感觉先冲出来 他说因为酒跑得比较快 那就不要理他好了 好这个 然后呢 然后皇帝呢 他听完这个齐波 讲了一堆东西 他就说 哦 现在我懂了 难怪大家都说 上交如物 中交如偶 下交如毒 那这是怎么讲什么东西啊 就是上交 几乎都是形而上的能量的东西了 所以像物一样 没有办法捉摸的 那么中交呢 是像哦 哦是什么东西啊 哦就是啊 用一缸水 淹东西 泡东西 就是因为他中交是帮忙人消化的嘛 好像把个东西发酵了分解掉 所以中交是淹咸菜的啊 那这个下交如毒 下交是挖水沟的啊 就帮你把身体不要的东西排除掉 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那这是内经的说法啦 可是我们要看一看 一家之外的道家 又怎么样在理解这件事情 就是道家呀 因为道家对人身体的体验 往往跟一家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那东汉的时候啊 在这个皇帝的白虎 白虎殿那边 他们这个 请学者来辩论 然后写下那个时候中国的哲学书 这个白虎通这个书啊 他里面就说 三交啊 是心包肉的腹是水骨的走的地方 然后全身的气的怎么样 他说上交如翘 中交如边 下交如毒 那下交如毒是一样 可是如翘如边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如果让道家的人去解释的话 那如翘如边是人的骨头 就是人的骨头有孔翘 人的这个肋骨啊 前面后面的肋骨 好像鞭 就是 就是好像架出来的一个 好像本机一样的东西啊 就是 所以 竟然在道家的世界 是把三交指向人的骨架子 那这个说法我想我们不能说它是一定对或一定错啊 但是这样的一种理解 我觉得或许在我们将来在研究中一个时候还用得到 那至于说林书本藏第47 他说三交膀胀是臭理毫毛其硬 这是什么呀 就是 他我还有一些文字没有影了 就是 《黄帝内经》里面讲说 如果一个人呢 皮肤的臭理很扎实 然后代表他的三交跟膀胱都很扎实 那如果一个人皮肤臭理呢 是很松的 那就是三交膀胱都很松这样子 就是 他像我们如果去那个西藏那边旅行 那边的居民 你就会觉得他的皮肤好像被我们扎实 我们台湾人的肉都松松的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 我们如果去看那些南洋的土著 对不对 我们就觉得他的肉好像松松的 然后看那个什么 来台湾刚刚的德国人就觉得 好像皮肩肉后被鸡胸一只这样子 那这个 就是这样子的样子的不同 就是汉 就是汉毛很多啊 汉毛很 身上的毛很密 我们说外国人啊 大概就是三交跟膀胱都很厚实 所以才那么多毛 然后长得那么身体看起来肉那么皮那么厚 那我们东方人就好像皮感觉比较薄一点 那也没有那么多的毛 就是像这种长相的不同 是认为就是人三交的不一样 所以三交它所 我这边就说三交它到底对应的是人的什么 什么 为什么内心要把它跟膀胱连属在一起 然后三交一有病人就这里水肿那里水肿 这是一件事 另外就是三交对人的凑理 对不对 就人的那个皮肤下面那一个厚度的地方 好像都在三交的笼罩之中 那为什么它又会是凑理 而在我们方济的开方济的时候 它的功能上面呢 却又是关系到这个人体的这个消化系统的这个 讯息的往来呢 其实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主题 那我们看了内经的三交之后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难经的三交 那难经的三交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跟黄内内经就讲的有点不一样了 我想我会认为三交的论点 我们需要来重视一下难经 是因为呢 如果我们中医界的江湖传言是对的 那难经的作者就是谁 扁鹊 秦悦仁 那秦悦仁这个人是什么人 他是历史记载 而且不是中国是全世界 全世界的正是历史中的最后一个开天眼的人 就是我们的历史书是不允许记载超自然现象的 就是对耶稣的事情 佛陀的事情不可以写到 他的开悟这种事情不可以写到历史里面的 现在我们可以写 先总统讲究看到小云逆流而上 然后感悟到什么什么 可是绝对不可以在历史 就不能说绝对 就是历史不允许我们写说 张三峰祖师看到小云逆流而上 然后就打通任多人买 这个不可以 这是一般人尝试范围外的事情 就历史不可写超人 这是地球人的一个很奇怪的规矩 那可是呢 秦悦仁就是历史中的超人 就是这个司马迁 就是在监狱中 写这个实际嘛 对不对 大概是被淹掉了 对不对 就是遭到攻刑 内分泌失调 所以竟然犯了历史上的错误 在历史里面写出了超人 那这个 他这个 虽然有没有喝过丧死之水 可以看到人的丈夫 所以呢 如果 勉确果真是我们中医 中国正史上最后一个开天眼的人 那他看到的人体就有一定的 发炎上的重量 所以 勉确看到什么呢 就是人体的十二经络里面 心 主 跟三交是有名无形的 当然 勉确它的分类也是很特别 就是我们一般中医是把那个无形的心 叫做心 把这个有形的心 叫做心包落 可是 勉确是 无形 就是心是那个有形的 他把心包落叫做心主 是无形的 不过这个 这个反过来都无所谓 因为 实际上的治疗上面 哪个有形哪个无形 都不用计较了 那所以呢 他就说 心主跟三交呢 是互相为表里的 而这两个东西都是有名而无形 就是不是具体的存在 是一个形而上的存在 那 他接下来讲说 人的六斧里面 就是有一个元气之别 就是人的元气有一个分支 用来主持全身的气的 那这是 手绍扬三交 然后呢 他再讲一个什么呢 我们从前在教那个咳嗽片的时候 有讲到 五鱼血 同学有没有印象 就是手从 手指到手肘之间 脚趾到膝盖之间 有五个点 对不对 那在一条阴晶上面 是五个点 锦形出金盒 可在阳晶上面 锦形出金盒之外 还有一个点 叫做圆穴 对不对 那他就在解释说 为什么 在阳晶上面 会多一个点出来 他就说 因为阳晶有一个三交嘛 所以在阳晶的世界 是六幅的世界 所以有六个点 他就说 为什么要叫做圆呢 他就说 他就在这个六十六难的下面 他解释啊 说这个东西啊 旗下圣间动气 就是命门之火 所蒸出来的这个元气 可以说是生命的根本 十二斤都是从这个元气里面 长出来的 所以叫做圆 是十二斤的源头 那三交就是元气的别石 就是通行五脏六腑 然后所以这么伟大的东西 我们称之为圆 所以他停留的地方 我们都称之为 他呈显在书穴上面的地方 我们就叫做圆 那这个地方就有一个 很微妙的语感开始存在了 就是 秦悦仁的难经 他解释这个圆说 因为它是十二经的根本 所以叫做圆 对不对 圆就是原始发源嘛 可是呢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的后代的医书 在用到这个三交为圆的 这个字的时候 隐隐约约都开始混杂了 平原的这个圆的鱼杆 这是很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为你想想看 井行书金河 它是一个水脉 从喷出来到收回地下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 那圆穴刚好是在 五书穴中间找一个地方插队 对不对 那个地方既不是出来的点 也不是进去的点 而是那个水最平缓的点 所以都会让人觉得 这是河流流在平原上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就是最平的时候 所以圆穴它当然会让人感到是 人体的能量的平原 那这个能量的平原 这个观点呢 在什么地方会有一点意义呢 我们来看这个 后面林书这个百病史生 我会选这个百病史生 是因为在我们的医案 我们不用算医案 医案的第七页 那个左济云医案 有一个张文熙他在讨论 他就在解释说 我为什么可以用柴胡汤来医好这个恶性肿瘤 就是有一个人得癌症 然后他用柴胡汤来医好 那他就说为什么用柴胡汤来医好 然后钻进来啊 然后钻到肠胃啊 就是从皮表钻到驯落 驯落钻到肌肉 肌肉呢钻到筋 然后呢筋呢传到疏 那疏血不通了 传到四肢 然后最后最后钻到肠胃 然后肠胃之后 肠胃到了肠胃 还没有中和掉这个邪气 这邪气没地方走了 最后去哪里 他说流舍于 传舍于肠胃之外 牧原之间流浊于脉 于是他就到达了一个肉体的极限 他跑到有点像灵魂的身体上面 那地方叫做牧原之间 那为什么他不说疏源之间 就人有牧血有疏血嘛 对不对 那我们这样想象好了 就是人体的灵魂的体表 疏血 足太阳膀胱经上面 这些五脏的疏血 五脏六腑的疏血 疏血都是比较阳的 有点像是 就是有点像是不等于 有点像是 那个内脏的烟囱 就它排废气从疏血排出来 可是木屑是属阴的 是把能量汇聚进去的 所以在人体的平原上面 木屑好像是一个 血沫或者是凹陷的地方 所以那个病邪在走这个平原的时候 有人会把他凹掉下去了 对不对 所以就掉进 这个平原上面的包装 就是有这样的鱼感 但是我们不会这样定义 附血跟书血 因为附血跟书血 有他各自的功用 所以有这样的定义 是太粗糙不可以了 那原是呢 就墓园之前 原是刘卓卓书买了 然后最后 实际下来就堆成极块 就产生 我们现在做的癌症啊 肿瘤炎的东西 就像我们有人说什么肥腺癌 根本不是肥癌 肥腺癌是瓶筋上面的癌 就现在人们本来是刷冰水 肥腺癌越来越多之类的哦 就是他就是 久了之后就留着于 满留着于 墓园之间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在内经里面说 你咳嗽咳到没地方传了 最后停到三郊上面 然后呢 说什么 瘦的鞋没有地方传了 最后停在墓园之间 停在这个三郊的区域的时候 然后最后就长出一坨东西 所以等于好像在暗示我们说 一个人的 恶性肿瘤这边的疾病 说不定是 坏能量粘着在你的灵魂的 什么东西上面 那如果它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 那你割掉那块肉 能够带走这块坏能量 其实也就是一个 我们也不太清楚的事情 因为有人开开刀子好了嘛 院子也在了嘛 我们不可以完全否定人家 你的好的事情 但是呢 是不是有一些可能性 我们能够处理这个 这个停留在能量的身体上面的那些东西的 就是在中间的古经典 对于这些 长出来一坨坨坨坨 就是有这样的看法的 然后最后就停在这个 三郊的区域 所以从这些这些地方 这个三郊到底是不是 我们肉体的一个 某种源头一样的存在 那这就是 可能会 我不能说黄金电机 有清楚的勾勒出这个画面 我只能说 这些周一古经典 存在着某一种 指向性的语感 就是它的说法上面 存的这样子一种调调 但是真实的 这个灵魂的世界是怎么样子的 那我们也不太能够确定 不过呢 我们研究上面来讲 抗癌兹抗癌症 或是指向鱼材的抗癌 或者是有一些 当然是确定是少阳区块的癌症 那的确是这样子的开药 那至于说 我们下面一个 三郊通会原真之处 这个我们上次在解释 这个写虚 写弱气筋的时候 就已经解释过了 所以我们下一堂课呢 我希望我们能够 赶快把这个胆 一个脏下把它讲完 然后我们可以赶快把这个 越入学士的三郊 跟少阳面的十一条教完 然后就是我下个礼拜的期许 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的事 那就是今天的话 就是跟同学讲一讲 这个关于在这样的一些事情 然后就是这些经典的论述 那之后呢 我跟他就会 紧张的在讲一些 古宗方式里面 去验证 这些这些论验 到底有没有领导上的可行 可行性 然后我们下个礼拜的期许 我们下来的 下来的